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年庆祝大会 并发表了讲话 随后又来到了江苏进行视察 先后到达南通 扬州 南京等地 并在南京主持召开了 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 又发表了讲话 这次寻醒江南 是习近平在中共五中全会之后 第一次到外地视察 选择来到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上海和江苏 促进经济发展的意图非常的明显 实际上 如何发展经济 已经是习近平最近这几个月的工作重心 甚至可以说 习近平已经把经济的发展 当作了他能否长期执政的一个重要的支点 经济发展只是一个手段 目的是为了维护他的统治 对习近平来说 一切事情只有围绕着他的权力才有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抛制的五中全会测记 以及由新华社独家发布的五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建议诞生记 透露了五中全会上的一些细节 其中提到 在会议上 人们踊跃发言 至于发言的最主要的内容 新华社的文章概括道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灰红气魄 远见着实 雄涛伪劣 惊涛骇浪中 渐如磐池 风险挑战中 运筹帷幄 充分展现了大国领袖的政治智慧 战略定力 使命担当 为民情怀 领导艺术 赢得了全党 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的忠心爱戴和高度信赖 原来 与会者踊跃发言的主要内容 是争相吹捧习近平 这是在中共十九大上 中共大议员 大肆吹捧习近平之后 又一次新的个人崇拜的高潮 这说明习近平已经顺利的度过了中美贸易战 以及武汉肺炎疫情对他全媒冲击所造成的危机 这让习近平如释重负 其实刚刚过去的五中全会 作为今年中共最重要的政治活动 它的主题就是讨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的远景规划 简单的概括起来就是讨论经济议题 而且它不仅是考虑未来五年的经济 而是开始考虑未来十五年的经济格局 这次会议提出到2035年 将中国经济规模翻番的设想 这无疑是为中国的百姓画了一张大饼 这个规划的提出 其中就暗含着 习近平打算要长期的控制中共的最高权力 不仅习近平要连续第三个任期 甚至还要连续第四个第五个任期 直到2035年 这就意味着习近平他已经基本上认定 已经扫清了长期掌握中共最高权力的一切障碍 没有人敢于挑战他的权威了 他开始把主要的精力用来发展经济了 今年7月下旬 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企业家座谈会 并发表讲话 其中提到 肺炎疫情对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 中国很多的市场主体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要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弘扬企业家精神 推动企业发挥更大作用 实现更大发展 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 从这个讲话当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习近平对当时形势的焦虑 8月20日 习近平在安徽合肥主持召开了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 并发表了讲话 习近平特别提到 要认识长三角区域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 它的地位和作用 这次习近平又在南京召开了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 再次把焦点放在了长江经济带上 并特别提到 要引领下游地区的资金技术 劳动密集产产业 向中上游地区有序转移 留住产业链关键环节 习近平显然对长三角以及长江经济带 对中国整个经济的带动寄予了厚望 四天之后 习近平又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 并发表讲话 习近平提到 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 国内发展环境也经历着深刻的变化 要深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 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 深刻认识到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 努力实现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 更为安全的发展 习近平 习近平在这短短的几句话中反复使用了深刻一词 这再次反映了习近平的焦虑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习近平在10月份刚刚出席了深圳改革开放40周年庆典之后 这次又特地来到上海 出席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 这很不寻常 就中共改革开放的意义来说 浦东开放的重要性显然无法和深圳相提并论 深圳毕竟有开拓之功 而浦东最多只是追赶而已 此前中共高层并没有特别信念浦东开发区这个节点 而这次习近平亲自出席这个庆祝活动 背后绝对有他特殊的考虑 习近平如此的关注经济议题 自然和当前的国内国际形势有关 在经历了两年多的中美贸易战之后 又突然出现了严重的武汉肺炎疫情 中国的经济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特别是涉及到对外贸易的部分领域 情况尤其困难 以至于习近平当局被迫提出了要搞内循环 日前中共的商务部官员公开承认 在疫情和贸易战的冲击之下 中国出口出现了萎缩 超过四成的外贸企业 已经开始被迫转向国内市场 而从网上传出的一些情况来看 情况就更为的严重 就连中国对外贸易的重镇广东 经济状况也非常的不妙 大批的企业倒闭或者迁移到了国外 一些曾经非常繁荣的商业街区变得十分的凋零 广东的情况尚且如此 东北华北西北的情况可想而知 大概目前还可以勉强支撑的地方 也就是长三角地区了 回想三年前 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上 习近平在完成了对中共内部其他派系的清洗之后 其权势达到了巅峰 不仅将习近平思想写入了党章 还在党章中规定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 打局意识 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 坚定维护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这实际上就已经暴露了习近平 他要准备长期掌控中共最高权力的野心 随后在2018年 习近平携彻底征服中共的余威 修改宪法 废除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并以全票当选了中共的国家主席 当时习近平在中共内部绝对是定于一尊 然而自从中共十九大结束之后 中国的经济形势却每况愈下 乃至变得越来越糟糕 而中美贸易战以及美国近来在高科技领域 对中共的防范和打击 更是给中国的经济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让外界严重的质疑习近平的政治路线和他的领导能力 到现在距离中共召开二十大 已经不到两年的时间了 准备长期掌权的习近平实际上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 毕竟经济能否正常运转 对于任何政权来说 都是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中国的经济真的到了崩溃的时候 习近平的权势无论怎样的强横也很难继续统治下去 就是那些中共的官员们一向过惯了交涉淫逸的日子 到那个时候他们是否还和习近平保持一致 可能都是一个问题 对于习近平来说 对于他有妨碍的政敌 在十九大之前他都已经基本上清理干净了 现在必须要用经济上的成就 来证明他的英明领导和正确路线 所以习近平现在实际上是在全力的抓经济 乃至在二十大之前 习近平重点考虑的问题 应该是在经济上能否取得更大的成绩 其实在中共的历史上 特别是在毛泽东时期 中共每次进行重大的权力斗争之后 都会像抽风一样抓经济 以此来体现他们在权力斗争中的正确性 在毛泽东时代 这叫做抓革命促生产 这个口号是在文革最疯狂的高潮过后 国民经济几乎瘫痪的时刻提出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习近平当局近来一再强调要内循环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向外寻求出路 关键是中国的百姓的消费能力严重不足 外贸企业和产品根本就无法在国内 它的市场上得到消化 而且中共当局更是离不开 外国资本和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存在 中美贸易战以及武汉肺炎疫情 实际上加速了国际资本和企业的撤离 习近平高调的纪念深圳改革开放40周年 以及上海浦东开放开发30周年 这就是在向国际资本和国际企业发出信号 试图阻止他们的撤离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近日中共和东盟以及日本韩国等15个国家 达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被他们大吹大雷 甚至把这个协定看作是对美斗争的一个胜利 显然习近平当局不是从经济上 而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协议的 实际上习近平当局把这个协议当作了 对抗美国经济和科技脱钩的工具和手段 试图通过这个协议来缓解中美贸易战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美贸易战以及中美关系的严重恶化 无疑是习近平的一个重大的失败 中共在海外的喉舌多维发表文章 题目是仅次于WTO的标志性事件 中国主导的RCEP向美国释放重磅信号 这篇文章极力的夸大了这个协议的意义 实际上这个协议并不是中国主导的 甚至有可能是中国做出了某些大的让步和妥协 才达成了这个协议 根据中共新华社此前的报道 这个区域经济伙伴协定是由东盟十国于2012年 发起的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 共同参加 实在通过消减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 建立一个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 谈判真正开始于2013年 最初计划在2015年的年底之前完成相关的谈判 也就是准备用两年的时间完成谈判 然而最后却经历了长达七年的漫长谈判 才达成了这个协议 实际上若不是中美贸易战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场谈判的进程 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 2019年的11月 相关国家才基本上达成了协议 这正是中共处在中美贸易战最为艰难的时刻 这个时间点显然很值得玩味 可以推断 为了尽快的达成协议 摆脱美国对中国商品关税惩罚的影响 中共当局一定在某些方面 做出了重大的让步和妥协 从有关的报道可以知道 这个协议对于中国来说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中日之间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由贸易 未来日本出口到中国的86%的工业品关税将会取消 而目前只有8%左右的日本工业品关税属于零关税 当然协议实现之后 相关国家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关税也会逐步的降低 中国的对外出口想必也会有所增加 只是这个协议还需要相关国家的议会批准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最快也可能要等到2022年才能生效 此外WTO就已经给了世人以深刻的教训 中共当局是国际规则最大的破坏者 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伙伴 因而协议签署的有些国家的议会 有可能会推迟对这个协议的批准 再者 这个协议规定 签约各国基本上实现零关税 需要10年到20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 在签约国之间 真正实现自由贸易 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现在就开始数算果实 还为时过早 另外 又有专家分析 这个区域经济伙伴协议 对中国经济的助力非常有限 远远不能弥补中美贸易战 对中国经济所造成的损失 特别是未来的国际形势如何演变 现在还难以预料 毕竟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 中共政权和美国 日本乃至东盟国家 处在对立的状态 一旦爆发冲突 难免会影响这个协议的执行 中共加入世贸组织 确实对中国的经济的扩张 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让中国真正实现了经济上的对外开放 而这个区域伙伴协议和世贸组织相比 则完全不可同日而鱼 其实 中共的媒体 有意夸大了这个区域经济伙伴协议的效益 并特别宣称 对美国将构成一个挑战 这完全是自欺欺人 美国在国际贸易上的优势地位 特别是美国巨大的市场 是任何国家都难以取代的 中美关系的恶化 绝对是习近平的一个重大的失败 而且相对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中共吹嘘的这个区域经济伙伴协定 侧重于传统的货物贸易关税 是等级相对较低的一个合作机制 习近平当局夸大这个协议的效益和意义 完全是一种政治宣传的需要 为的是显示 他们在外交和对外贸易上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完全是欺骗国内的民众 实际上 这个协定并不能够改变 习近平当局在国际上 被人唾弃的处境 并不能改变国际产业链和中国脱钩的趋势 尤其不能改变在一些高科技领域 被国际排斥的尴尬境地 在刚刚结束的中共的五中全会上 习近平说到 我们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 发展是安全的保障 习近平这句话的意思是 只有他掌权才能有发展 发展才有意义 同时也只有经济得以发展 他才能坐稳江山 对于后一点 习近平恐怕是越来越有感触了 顺便说一下 习近平最近这次江南之行 其实有相当的休闲消遣的意味 从南通城南长江沿的 廊山风景名胜区 再到扬州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 习近平的视察其实是在游山玩水 这说明习近平的精神压力非常之大 特别需要找一个地方排遣一下 对于习近平来说 在中共内部 他固然已经没有了挑战者 然而巨大的经济困难 却对他的统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尤其是在他决定要长期的掌控 中共的最高权力的时候 经济问题就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中共这样一个庞大的统治机器 要想运转 必须要由天亮的真金白银来维持 只靠耍横 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事到如今 习近平几乎也在模仿毛泽东 抓完了革命 开始促生产了 习近平无一意识到了经济问题的严重程度 但是习近平有一个无法克服的致命的问题 那就是习近平对于权力的贪婪 以及根深蒂固的极左思想 这几乎注定了 无能的习近平绝不会放松 对经济领域的控制 他必然会把中国的经济引向覆灭 从最近的事实可以看出 面对日益艰难的经济局势 习近平解决困难的办法 不是千方百计的去增加经济的活力 调动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 而是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进行敲诈勒索 乃至进行打击 尤其是那些既有经济实力 又相当社会名望的民营企业家 就更是在严厉的打击 最近这两年 已经有多个著名的民营企业被共产 最新的例子是河北著名的民营企业 大五集团被接管 大五集团创办的医院和学校 也同时被中共接管 企业主要的干部被集体拘押 习近平似乎又在重复毛泽东的老套路 开始的新一轮的三藩五藩运动和公私合营 做中共惯作的没本的买卖 只是杀鸡取卵 这必然会加速中国经济的崩溃 不幸的是 好像并没有什么力量 可以阻止习近平的皇帝梦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小明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